鎖定目標遠景一路跟在後方 等對方一右轉 立刻衝下車待人 我都先拿出來 來 找個分手頭 來來來來來 手機啊 什麼手機 你 抵上誰來 有沒有 再人來啊 被警方團團包圍 這名T恤男驚慌失措 一度假裝鎮定 說自己只是路過的民眾 殊不知他的身分 已經被落網的同伙攻出來 他是詐騙集團的監控手 早在十分鐘前 先逮捕了收款車手 現在涉嫌 詐騎洗錢防治法 的現刑犯 所以我們現在給你逮捕了 陸網的21歲王姓嫌犯 呆站在原地 公稱自己大學剛畢業 上網找打工 以為找的是通訊軟體公司 警方查出他們透過LINE的社群 先把被害人加入投資群組 打著吳淡如名人光環 誘騙被害人一步步掉入陷阱 一名60群的女子 前後被騙取了50萬元 當詐騙集團 再向他索取100萬元的時候 才驚覺受騙報案 警民合作和對方約面交 詐騙車手為了躲避追氣 還更換面交地點 警方早就到場了埋伏 只是約好的時間到了 卻不見車手的蹤跡 這個時候對方傳了訊息 來表示要改約對面 原本約在林口移出大樓前 車手卻在面交前的5分鐘 臨時更換到對面 過個馬路只有50公尺的距離 但警方開車距離瞬間 變成350公尺 原警憑借著經驗火速移動到 指定的地點 成功逮過詐騙集團 詐騙車手與警方疊對疊 臨時更換了面交的地點 還是栽在警方手裡 TVBS新聞撞擊網紅箱 西北彩虹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視頻